尼加拉瓜去年12月宣布与我国断交 而前驻尼加拉瓜的大使吴静木 竟然在两国撕破了眼断交之后 马上入籍尼加拉瓜还滞留当地不返台 有立委质疑这根本是叛国行径 难道外交部不查吗 尼加拉瓜去年闪电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 我驻尼加拉瓜大使还秒变他们公民 吴静木去年9月请辞获准 11月17号离任 不到一个月12月10号 尼国就宣布和我国断交换跟大陆建交 吴静木跟妻子竟然在隔天就拿到尼加拉瓜国籍 还货搬荣誉市民 中华民国驻尼国管设资产更被转交大陆 蓝军炮轰外交部到底在搞什么鬼 这样子的外交部长还不用下台吗 这个国安会秘书长也应该要下台了吧 这么重大的国安危机 我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被断交 而且连我们大使馆都被人家没收 然后连大使都变他们家的人了 还有脸去外交部上班啊 吴静木分别在2007和2017年两度担任倪国大使 但这回断交交代不清 离谱的是连吴静木要当尼加拉瓜人 外交部也搞不清 所以外交部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有在拼外交吗 有吗 有在拼外交吗 他在拼移民好不好 更有绿委爆料 吴静木整个大有问题 然后隔州他就取得 那个尼加拉瓜国民的身份的时候 我就有在质疑这个 有叛国的可能性 打听的结果 那他的夫人 长期因为在尼加拉瓜 好像我在那边经商 我们大使馆里面有五官 有国安能源 没有人提出警告 你们是一起叛国吗 中华民国被尼加拉瓜分手说拜拜 但我们的大使还入人家国籍滞留不反 看到这款外交部 恐怕不难理解 为何我们的帮交国一直断 既有江正敏黎玄ACG小组台北报道